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讲到现在到了第七天 结果没有想想到长榮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而且现在他真的公布了 7月7号以前的航班已经确定了 也就是现在你就想回来 7月7号之前你连飞都不能飞了 更重要的是外交部竟然出来了 他们现在真的就是那个三保 就是你的台胞证 你的工作证 还有你的护照 护照外交部可以帮你急速办理 没错 这个长榮目前使出了焦土策略 他公布到7月7号之前的航班的 减少了这个状况 为什么他决定跟你占到底 为什么他有这个底气跟你占到底 因为他现在发现到说 很多力量在他后面支持了他 第一个是什么 股东的力量 我们知道长榮航空毕竟他是个民营公司 股东如果有说话那怎么办 结果24号的这个长榮股东会的时候 长榮航空的股东会一个小时就结束 而且下面的股东 完全都是赞成公司的做法 所以公司派才会说出两个底线 所谓的绝对不会让步所谓的 劳工的这个股东 另外一个所谓的 禁大便这个条款绝对不同意 他发现到说 现在政府好像在按住他 你说国家在支持了 对 为什么按住他呢 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 很多这个空服人说 我不要罢工 我要去拿回三保 可是问题是三保要两天 全部拿回 那我要上班怎么办呢 就没想到长榮就说 我跟这个交通部 要求这个办理这个新护照 交通部说说 愿意全力配合 而且四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拿到 你通常除非特别要求 否则你办一个护照 要两三天的时间 他竟然外交部全力支持 四个小时可以办新护照 也就是说现在的风来说的话 政府这边好像只要略微 这个天平略微倾斜到 这个资方这一边 那公会我们公司派这边 踩到底的时候 公会这边好像有一点点的松动 而且今天公会的干部 居然对罢工的空服人想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一起退 对 我们只是要一个尊严 公会也不是不能接受 对 现在公会已经在早下台阶了 对 没错 除了公会在早下台阶之后 长榮现在软硬兼施 为什么软硬兼施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他们拥有 有一多非常多的航空的这个教官 私底下会传简讯给这些组员 这些组员因为平常一起工作 然后就跟他说 我们这个六月二十六号就公务七月份的 这个减班的资讯 也就是说公司现在正在轻点人力 他也就是给他下一个最后通牒令 你要赶快这个时候回来 不要等到公司在七月 这个轻点这个人力之后 你才回来 这时候你可能就不会回来 你看 请赶快先拿回三宝 或者是说委托公司帮忙拿回三宝 否则当大门关起来的时候 我们也无法帮忙了 姐妹们爱你们 永远爱你们 也就是说用温情公司 但是其实他是软硬兼施 这根本是威吓 如果你不拿回来 我再也帮不了忙了 看似是很软 但是其实是一个威吓 那我们再看到说网路上 又出现非常多的立民文章 他说什么 工会不是长荣的主员 用这样来指控他们 说说里面工会很多成员 根本就不是长荣的主员 也就是你那两个主谈判的 不管是郑雅林 或者是那个男的 两个都不是长荣的员工啊 对 那还有说什么 既然不同意这个诉求和工会 为什么还要罢工 他就说他们当初交出三宝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个人 而是被绑在一起的共同体 也就是说他质疑说 工会好像把他们所有的成员 绑在一起 不能够随意推 他就说我们要随意进来很容易 但是退出去很困难 好像已经被工会 绑在这个这个里面罢工里面 就当我交出三宝之后 我就没有退的空间了 对 那你看 我是罢工的主员 我决定回去这个服务 他就说你们有对策吗 你们带个三千门会员 走到哪里了 你们有对策吗 底线是什么 我们说到目前为止来说话 这一次的工会可能是处理的状况 会被社会质疑 我们先去看几个场景 第一个 工会的这个副秘书长周盛凯 他在当初很多这个发言人 或是干部还有律师 要来跟他这个对谈的时候 事实上很多方法 很多手法的时候 周盛凯一问三不知 他几乎是被问得这个 滋滋乌乌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看我们看到这个画面里面 他最后在现场只能大呼口号 大呼口号 保护工会成员 资方互打压 从八个万处 只能喊这种口号 我想确认一下 现场到底谁讲话说了算 是周盛凯您吗 我代委发言第一工会 你是不是说了算 你刚说交给保全公司了 那有没有保全公司的领寻 工会是集体决议 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对 旅客的权益没有办法等 你们如果没有办法 公司如果真的在乎 广大旅客的权益 应该先拿出方号 可以接受任何法院认证的文件 保护会员 资方互打压 各位媒体 按照 保护会员 把东西交给我们的红人 OK 我们现在讲可以吗 保护会员 保护会员 长荣 赶快拿出成绩 不要再搞这些小动作 我跟妳讲那个喊口号的就是周盛凯 人家在跟你谈事情的时候 你一直喊口号 我根本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 对 而且还有非常多新闻画面的来说 都慢慢慢慢 让这个社会天秤 倒向这个资方这边 为什么 还有另外一个长荣机事 因为他们号称说 这个是个民主 大家都可以发言这个状况 结果没想到有一个机师 他上去就说 罢工走到这一天的话 救星算是失败了 没想到他准备要这个反 有点类似反罢工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讲到一半的时候 工会成员马上就拿起麦克风 而且马上就把他消音 有人就说他们两个就把他带走 去喝咖啡 但是这个到底怎么样不知道 但是很多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就觉得说 你们不是说要民主讨论吗 但是好像不是这样一个氛围 好像到现场的话 不是凝聚这个 大家的相信力的时候 就不能够发言 那我们看到整个目前 网路上的这个声量来说的话 正面跟反面的这个声量 你可以看到 长荣的这个正面声量是往上的 空服员的话 现在是往下走的 所以现在整个这个 你会经过了死亡交叉了 对 那长荣是往上 空服员是往下 还有就是 长荣真的有可能大裁员吗 当然有可能 为什么 我们就讲 事实上这次工会的很多诉求 里面来说的话 我们就必须讲 为什么华航会同意 因为华航是个政府的机构 他赔钱的时候 政府会撑着他 可是长荣赔钱的时候 没有人会撑着他 所以长荣航空他们的经营阶层 要为未来打算 他曾经在911那时候 一口气裁了633名员工 一口气裁633名 经过那一次的这个裁员之后 很多现在长荣的空姐 都对当时的警态 非常非常的害怕 这是一个空服员 他在网路上写了一篇文章 他就说事实上当初911爆发事件 没多久之后 因为所有的主员都被叫回到公司 没有主员叫公司的时候 保洁你知道 他们那时候就好像在等一个状况 公司点到名 比如说刘宝洁 有些人可能刚下飞机 刚坐到办公室 就被叫到会议室 坐到会议室里面去的时候 没多久他们看到很多 从会议室出来的脸眶都红红的 为什么 因为公司就说 因为今年我们业绩非常不好 业绩非常不好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你裁掉 那当然很多人被裁掉的时候 有些人可能是跟他同梯一起训练 他们都说怎么会这么样 临时同事 临时同事就被裁掉 我今天出去回来休息 我的字符还没坏 进来就把我们集合在一起 开始点名 点名就进到办公室 办公室出来以后 怎么每个人眼睛都红了 而且当时的速杀气氛还没有结束 他们原本以为说 平常很多人都质问说 我是乖爸爸 公司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也是听上面的话 就没想到这些人 还是一样会被裁员 第一波裁员结束之后 没想到第二波又来了 常用资方拿了一张 当天立即生效的 所谓的终止雇用关系的一张 你就赶快填吧 等一下 终止雇用关系 是当天生效 当天生效 当天生效之后 你连跟我准备的时间都没有 对 而且他们当初领到了资钱费 因为他们刚进公司 才两年不到的时间 所以领到了资钱费非常非常少 甚至当时还有一些公司就说 你们可以去领这个失业救济金 所以那时候说 这话也讲得出来 很多空姐就当然当下崩溃 就说怎么会是我 那因为很多空姐 他们都花了非常多精力 想要考上这个空姐 所以他的彩月也是无预警的 对 他说他回去的时候 你看很多组员就拿到一个 大黑色的垃圾桶 然后脑筋一片空白 在那边整理所谓衣柜 收拾个人物品 交出识别证 然后一盘的同期公姐 在那边看 很惊慌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但是没有人能够说得出半句话 好 那西平 刚刚讲到的 911事件里面一口气 他竟然踩了633人 当然他们在打集体诉讼的时候 在第二年我们看到 在第二年的时候 他们的确有一些赔偿 一个简性女空服员 他赔了多少钱 赔了267万 另外一个外籍基石 也赔了147万5194元 可是长荣似乎不在乎这些东西 他裁员真的这么凶狠吗 我跟你讲 这一次长荣裁员 全部都是由现任的总经理 孙家明在主导着 他硬得不得了 他元旦上任 结果3月23号爆发这件事情 这什么事情 工会的人 在所有空服员的每一根信箱里面 放文件 啪 就放各种文件 这是工会的人 那那个是空服员的信箱 不是 那不是工会的人 那是总经理的人 就是你看 工会的人 在信箱里面放了文宣 叫大家加入工会 放了工会的会刊 然后要大家写一人一信 啪 放进去 结果 总经理是 总经理就派人 把工会放的东西 全部一个一个 全部拿走 全部拿走 放在信箱的通讯全部拿走 对 你的通讯 而且你还有一人一信 要劳资代表公布名单 全部拿走 好 全部拿走 那在拿的时候 旁边就就有工会的人 在那边照相 对不对 我告诉你 照相之后 他把影片一泼上去 叮 电话响了 公司打电话来 你泼影片是什么意思 还没完 放在脸书上面 就有很多空服员去按赞 对 公司去查 按赞的人里面 哪些是空服员 是长荣空服员 对 只要发觉你按赞人里面 长荣空服员 电话就响了 真的电话就响了 拿起来 打给每个空服员 这就是因为3月23号 这件事情 也就是在信箱的时候 这些工会成员就是 唾弃渔民政策 拒绝专制管理 桃园市空服员工会 对 这就是他们跟总经理 杠上了 杠上 这时候总经理刚上任 好 总经理刚上任 就跟空服员杠成这样子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 长荣有多狠 刚才四冲讲了 对不对 有633个空服员被裁员 对 有一空服员 杰立方非常非常长的信 你知道给谁 给谁 给亲爱的阿扁总统 给总统 对 他的 他居然还自己下个标题 他是您的好友 就可知首遮天吗 他指张荣发 张荣发 就是说 亲爱的阿扁总统 张荣发是你的好友 他就可以知舍中天吗 你知道他一开头写什么 我在1993年进长荣 我在进长荣的时候 有一个问卷 问说 你赞成组织工会吗 他说人家一直警告我 你要写no 你绝对不能写yes 他就写了no上去 no上去之后 结果他和林大公司 听到中兴广播 我及另外几位空服员名字 我心里以为是抓飞 就抓飞去代替的 走到报道房间的门口 那么先是公司向我们道歉 希望我们体谅 公司运营状况真的很不好 必须之前我们 然后第一个发给支票 签下不代表什么的通知书 然后注意哦 万百万的在地情同仁的监视之下 半小时内交还所有的证件 所有的配件跟制服 离开常活航空 我觉得最后这句话 你一定要看 告知不能再进入公司范围 就说我把你突然间交进小房间 结果地情在旁边监视 一个监视一个的半个小时 把所有东西交出来 对我一个 我派地情人站在旁边 我一个one by one 一个监视一个 半小时之内 你把所有制服 所有东西 你的东西全部离走 但是你当着半小时 完成所有手续之后 你离开公司之后 你不准再进入常荣行的公司范围之类的 所以当他的信写得非常非常长 这可以看到说 常荣公司他做事快很准 好 比笑 大家刚刚在跟你聊的时候 你说你们对常荣市又爱又恨 你说你今天已经离开常荣20年了 二十几年了 你离开常荣公司 你对常荣的感情 还是非常地一个纠结 你说你今天看到这些学妹 他们敢罢工 你觉得不可思议 你说这是他们全世界最乖最听话的空母员 可是他们竟然罢工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常荣航空一向都是招收应届的毕业生 那其实很多人 目前在广场罢工的人 他们可能是第一份工作到现在 其实就像我当初也是第一份工作 其实家里的人都觉得 家里出个空姐 可以到常荣航空真的好开心 可是我们一进到公司之后 发现其实公司的文化不见得 每个人都适合 其实后来我自己做了之后我就会觉得 好像你进到这个公司 你会觉得压力好大 你一进到这个公司 你会觉得很犹豫 所以我后来呢 我工作了大概一年多之后 我就决定要去提离职 很多人都问我们说 你们要离职 你们当初签约 你不知道你要赔偿吗 我们当然知道 可是赔偿其实并没有把所有的细项写出来 他可能只是告诉你说 你可能必须赔偿你的工作的薪资 好那但是当我们收到那个明细的时候 它是除了你的实习的工作的薪资 还有呢包括我们有三趟的实习的飞行 那这三趟的实习的飞行 它是要算你的机票钱 而且是全额机票钱 全额机票 没有打折吗 我非常幸运的中奖 我是在经济豪华舱 我就要付经济豪华舱的票 那据我所知 也有人是在商务舱服务 他就要付商务舱的票 但是呢 这个其实是当初公司 assign你的工作 不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 但是你要付的是乘客的钱 而且重点是我们都在服务 所以其实包括像这些之外 还有我们在训练中心 因为刚刚其实宝洁哥有问我说 为什么就是在训练中心 像当兵一样 真的是当兵 真的吗 你说那常用是军事化管理 而且是高压的管理 我觉得辛苦是应该 或是严格是应该 我们都可以忍受 因为其实在训练中心当中 我们一进到训练中心 所有事情的案表超客 超过一分钟你要处罚 超过几秒钟你要处罚 超过一分钟要处罚 我们要去餐厅吃饭 每个人要排队排好 你要对齐 你的走路 你要跟你的横轴 你要对齐 你要从我们的训练大楼 走到公司大楼去吃饭 然后所有的地情 就看这些空姐 这样整齐划一的走过去 要去吃饭 那包括我们在寝室当中 也是一样 我们所有的设备 真的非常豪华 因为它是跟长荣桂冠酒店 做合作 所以我们能住饭店 一样的豪华 但是我们的浴室 一滴水都不能有 我们的浴室 一根头发都不能有 那以我们那一期来讲 我们一间住六个人 那我们的女生 难免你头发都会掉在地上 我们都要趴在地上看 今天有没有头发 因为一旦有头发的话 你的寝室 就会全部被寄扣分 那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 你日后的飞行 管这么起 是 然后还有 你要把你的床罩 拉出直角 为了这件事情 我们研究了 回文针好用呢 还是发夹好用呢 还是什么好用呢 你们要折豆腐干 就是把它有个床罩 那个床罩要有个直角出来 你不能床罩这样散在上面 我觉得这个我们都可以忍受 我们都可以忍受 因为我说真的 我们就是一张白纸 我们就是第一份工作 我们感恩公司 给我们这份工作 公司让我们受训 我们也很开心 可是你会发现 很多东西来自于 就是说公司的集权 公司的要求 让你会觉得说 其实很多事情 你是不被尊重的 那甚至于很多的 所谓的空服员 最在意的就是颁表 他很容易在你的颁表当中 可以帮你动手脚 那其实这个东西 他只要告诉你 调度人员 对啊 你的意思说 他要整你的方法很多 是 可是我先补一个 如果那18个 刚刚讲到的 18个在起飞之前 把布条绑着 人就走了 现在要寄矿子 要寄大过 寄矿子跟大过 他有多严重呢 当然非常严重 因为其实空服员 其实他也像一般的公司一样 你到最后年终的时候 你有年终 那其实这些一定都会被影响的 那寄大过以后就没有年终吗 你们年终有四个月 差不多四个月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要看公司 他现行的规定 对 因为毕竟我离开公司 有一段时间 但是以我们当时来讲的话 其实 这些东西都对你的考机 是有影响的 包括甚至你在飞机上 如果有客人帮你写了一篇 complain letter 那基本上 你可能就会有问题了 好那你刚刚讲的 我要整理有很多的方法 第一个我帮你寄过 帮你减薪是一种方法 调你的航班 为什么调航班 是很多空姐的噩梦呢 当然 因为其实宝洁哥 很多人在讲说 你们领那么高 你们就是公主 你们有什么好抱怨的 你们不过在飞机上送送餐而已 所以说你们有公主病 对 可是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在飞机上职业伤害是非常重的 比方说 我们是多时区飞来飞去 比方说 这些都会影响女性的荷尔蒙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同事 她是有女性的囊肿问题 或者非常多的同事 她甚至是不孕的 那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她自己要去承担的 那甚至像很多人常讲说 长荣的人不能吃苦 我必须要讲 其实大家可以去调查一下 目前 可以一个人推一台餐车的 长荣应该是头好壮壮 推餐车很难吗 推餐车非常重 保际 一台车出去 它有这么多层 两面都有 其实那台车 我不太记得它几公斤 但是我个人觉得 当你在拉的时候 你觉得十公斤应该都有吧 不止了 因为尤其你要想 在飞机上 它是有地吸引力的 所以你的那个拉力 你的力量是要更大的 所以其实通常一定是 后面一个在推 前面一个在拉 这是一般所有国际航空公司的 标准的standard 可是长荣可以最后缩减到 某些航段 或是某些人员 某些机型的配置 就是只有一位空服员 空姐一个人推跟拉 是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些职业伤害 这些他们身心所承受的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希望能够 要有更好的待遇 好 那我们常讲 长荣是一个非常要求 服从性的一个公司 它要在哪些部分 要求你的 等于说表现你的服从性呢 在长荣当空服员 你会觉得没有空服员的尊严 你会觉得自己 好像想要低着头走路 为什么呢 因为甚至于像我们 当年在受训的时候 其实空服员是要轮流 进主管用餐区 帮主管送餐 帮主管做服务 对 那但是其实 这完全都不是在 我们的工作范围当中 可是必须每个人 都要经过这样子的过程 好 那齊悦 刚刚讲到的 这一场真的是一个 刚刚讲的 全世界最强悍的公司 碰上一个最嫖悍的公会 双方一个对决 也是讲说 双方在四月份的时候 都已经准备好了 甚至在 只会有一个天灾架的时候 双方就知道 终需一战 其实在 华航空服员罢工成功之后 很多的长荣空服员 跑去加入了 桃园职业空服员工会 那时候 其实长荣公司 已经知道说了 终将要一战 这个战因已经推到三年前 可是他们第一个遭遇的前哨战 是在2017年7月 那个时候的泥沙台风 造成了 就是整个的500个人 吉利紧退在架 那这个案子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生 是因为2016年10月 煤机台风当时被爆出了 一个绿色的天空 当时就是所有的航空 都不飞 只有长荣航空 它45班飞机的硬飞硬降 结果看到整个桃园机场 所有飞机都是长荣的飞下来 其他都不来 那没机台风 没人敢降落 有45班的长荣航空 竟然降落了 对 而有8班还被民航局 开了违规 所以说当时才会有 他们董事长林保水 写了一个道歉信给大家说 不好意思让大家硬飞 造成你们安全忧虑 很抱歉 可是这个因种下去之后 开始2017年7月时候 他们就因为拿到了 这个天灾架的权力 开始串联 500个人同时一申请 结果造成了光当天 67个航班全部停摆之外 800个旅客滞留日本回不来 因为整个长荣航航班大乱 而当时他在整个发表 这个天灾架声明 这个理事长廖以勤 结果发现这个人 他跟前几天 在罢工晚会上面 出来讲话的 怎么还是他 还是廖以勤 为什么 同一批人 那另外郑雅玲 他在当时 就是在天灾架的时候 他已经在帮忙联系 而且他们当时有参与过天灾架的 这个发动天灾架 这样子的空服员 他们就是当时说 因为原本不敢来参加天灾架 结果是因为工会那边 不来跟他们解释 告诉他们说 你们的法律不会有问题 不会因为这样子 不是不会因为这样子 就有法律上的风险 结果没有错 没有法律风险 可是长荣也不是吃素的 在那一次 他就在天灾架的 这些组员的烤鸡上面 马上就做了反应 所以长荣当时的 所以说2017年 那个天灾架 淘产总 也就是这个桃园市 空公园职业工会的人 就已经进到长荣了 那个时候长荣就已经发现 这些人已经跑进来了 这些人已经运作 用天灾的名义 大规模的请教 对 当时已经有 第一波的遭遇战 而这一波遭遇战之后 其实长荣航空 就一直想要 想办法把这一股势力 从长荣航空内部赶出去 所以他们不断的 双方在这样不断的累积底下 在这一次整个机场 空姐罢工的时候 其实长荣 他是不是已经计划好 一步一步就是要跟你 直球对决 你不罢工 我甚至我要逼到你 我一定要罢工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唯有把你这些人逼出来 我才有办法把这些人赶出去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发现说 整个长荣航空那边也知道说 工会你们要的 就是我要进搭便车 我要劳工董事 我要日资费 我要喝东西 长荣他从一开始就非常的隐 连工会的干部都一直在骂说 我们跟你携上两年了 你长荣一个都不退 其实长荣真的 你跟他讲十年他还是不会退 因为他的公司体制就是如此 我们旅行业跟长荣航空 在很多商业的往来 订单上面 我们长荣跟他要求很多 他不让他就是不让 他宁愿你生意不要来给华航 他违反他公司原则 他就是不要 违反他公司 他公司定好的规矩是这样 你就不可以说华航可以 为什么长荣不可以 他说那你去做华航 连我们是他的客户 他都可以直接这样 那不然你去做华航 他们是这样子的公司 了解这样子公司文化的 你就知道说要踢他是铁板一块 目前就是一个拉人大战 想办法把这些人再拉回来 只要这些人越拉越多 那整个工会的力量慢慢被削弱 而削弱完之后 那这工会到底下一步 他怎么散了我们不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其实这个工会他到最后 他还是会绑住这些空服员 去往他要的地方去前进 这个是陶参总非常强硬的地方 李秀刚刚学会在讲的时候 你一再点头 长荣真的这么强看吗 他等于说他不让就不让 其实刚刚我看到长荣航空的律师 其实我二十几年前的回忆又回来了 就像当时其实我们要跟公司解约 公司一切就是按照法律走 那我们跟公司一直肯谈说 那可不可以有一些伸缩 或是有些调整 那但是公司就是说 就通通都交给律师处理 所以其实我当时也是一年多之后 我人已经到美国读书了 然后我特地飞回台湾来处理这件事情 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其实就是 他们都是找大律师 对然后当时其实就是我跟我妈妈 然后我真的觉得 我自己现在也是妈妈了 我其实我心里觉得非常对不起我妈妈 你什么工作不好找 找了一个工作 第一个工作妈妈要陪你上法院 然后上法院也就算了 那我妈妈也是家庭主妇 她也非常的紧张 好然后上法院 然后两位律师能言善道 然后拿这个公事包西装笔挺 告诉你条文 告诉你该怎么走 这个合约就是该这样走 你就是应该这样赔钱 那我的状况是这样 那我知道其实像我们当时 有很多很多的人的爸爸妈妈 是息事宁人 没关系你要多少钱 我都赔给你 我先保全我的女儿 让我女儿可以顺利的离开 那甚至像我另外一位朋友 我们五个当中的另外一个 他爸爸跟他走到法院的时候 他爸爸还跟他讲 我们就赔钱吧 我们就把钱赔掉吧 这个公司其实我们真的 就干脆就跟他分离 我惹不起 但是宝洁哥其实我必须要讲 我们真的都是在争一口气 我们都是在争一个尊严 我并没有违反你公司任何的规定 我是合法的跟你谈离职 但是你跟我要求的这个合约 是不公平的 对于我们刚出社会的社会新线人 他就是一个定型化的 一个绑死的契约 难道我没有任何空间去做调整吗 所以其实在当时 我真的觉得 我现在看到那个律师 我觉得我当年的感觉都回来了 就是你一个小虾米 对抗公司的一个大的鲸鱼 然后他们是什么都有 有钱 有权 有律师 那我们空府员 其实就只是一个小小的小虾米 这一次你看到了民进党政府 在处理华航罢工 跟长荣罢工是完全不一样 你看外交部居然出来四个小时 就把你重新办护照把旧的给注销 今天在大量真人的时候 交通部长还跑出来说要扁金厂 他们不觉得说是要把这些人给裁掉 就代表说长而且没有立法委员出来 去帮这些空府员讲话 他们在立法院 在行政院的关系真的这么好吗 关系当然非常好 这从国民党以前李登辉总统 就建立到现在了 两党都非常好 而且两党应该被张荣罢 董事长资助过的也非常多 刚才听平秀说到张荣罢来 一个光鑫耀利的职业 大家都非常羡慕 都非常追崇的 我私底下是军事化管理 这么辛苦 所以强悍的公司必须要有强悍的老板 那因为长荣海运是全世界最大 会活跪那些团队 所以每一个国家建立的关系都很好 你像我去东南亚 不管到哪一个国家 他们长荣都有在地经理 在地经理也都是跟当地的 僑胞 台商都建立非常好的关系 所以说长荣比我们的外交部有用 我们的外交部要靠长荣 不是长荣要靠外交部 我跟你说 长荣驻外的经理 都比在地的代表还比人厉害 因为他会帮你帮旗帮 会帮你帮帮 要帮你帮 要帮你接送 而且跟当地政府的关系更好 你朋友来的话 他又去接机 让你充足的面子 所以每一个国家 现在特别是东南亚 每个国家应该有非的国家 都有驻地经理 对 都很年轻 都是年轻化的 都是年轻人 要不过因为待人处事各方面都真的 比我们外交部的驻外代表 还得人远 所以说今天是什么 所以你说今天台湾要打外交 要去跟其他国家建立关系 特别是之前我去巴拉玛的时候 当时他的总体是在 总统是站在街机 张荣发是一个黑头车走到他旁边 当初巴拉玛总统来到台湾 是坐张荣发个人私人的飞机来的 他是坐他私人飞机来的 巴拉玛总统来到 他们是坐他私人飞机 所以说是怎么 你们觉得奇怪 上一次罚航的事件 好像政府很紧张 马上要有毛给一块 统统配合人 几天就改划起来了 现在好像没啥 不闻不问 而且让我们感觉 当然啦 我对这些空姐 两个半时间 两个半总统时间 就马上罢工 这个让大家措手不及 游客也好 旅行业者也好 这个是犯了一个大错 所以你没有得到社会对你的同情 所以这点你就赎免 要不然站在我的角度 政府应该要出来扮演何事劳 要用强力积极的介入 让事情纷争可以赶快落幕 你看看 有几个任意出来 没有 没 有几个民意代表 刚才出来天罗工 张 张龙花 你也看不看 不是我们国庆 张龙花 你接着那个关系 昨天高雄观光局长潘和旭 他出几辆活动 负责了减产 这个场面非常的盛大 而且他居然是高雄的骑津 到这个温州两边的小三通 就没有想到这越下去越诡异 因为这个活动居然没有任何官方知道 而且根本没有这个航线 而且负责这个航线的公司 他已经在解散当中 负责运送的船竟然过去是一条走私船 现在一问 每个都一推二五六 而且下班局长说他要盖瓜承受 那你要问题是 你要盖瓜承受什么 这方面的活动 照一讲你应该公告中施 大家都来报道 结果你只通知一家媒体 只有一家媒体来报道 所以大家问 这幕后有什么样的惊天大骗局 没错 事实上昨天派人局局长出席了一个 这个高雄骑津到温州 洞头的这个小三通的这个守航典礼 抱歉 你如果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标题的话 你应该觉得说 他应该是大张旗鼓的军行这样的话 高雄是可以跟这个温州 进行这个小三通 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高雄的政商云集 对 没错 结果没想到 只有一个媒体在报道 而且之后大家还知道说 原来这里面乌龙满天 为什么乌龙满天 第一个如果会马上就说了 不好意思 你这个高雄骑津跟温州动头 事实上是没有小三通的这件事情 小三通是我们中华民国 中央政府的职权 你凭什么 这个明明就不在我们小三通的 这个航线的范围之内 何而来所谓的小三通守航 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而且其实根本不适合 其实是一个渔港 根本不负这样的一个任务 对啊 当然这还有所谓通关检疫 这些问题 你怎么可以这样 擅自就做了这件事情 第二个大家现在好奇的来了 他目前的这个负责 小三通的业务的话 是一家叫做 上和海运的公司 那上和海运的公司 保洁你知道 大家就觉得更奇怪 后来这个司议员去查出来说 这家已经在两千零一十八年 就已经解散 也就是说办理这个 主要单位来说 是一家不存在的公司 今天邀请函 邀请函是上和海运 他已经解散了 对我们看到 这是我们中央的这个资料 里面来说 你看上和海运公司 你看解散 一百零八年的六月十二号 也就是说已经 老早就解散了 解散的公司 突然之间 这个董事长 李文中 突然来办这样一个活动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奇怪 再来就是说首航典礼里面的船只 大家觉得也很奇怪 为什么 第一个永顺 这个大家看到说这只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之前 他曾经在两千零一十七年 被抓到 他有走私这个中国的 这个一百一千多项的香烟 走私烟 对 而且这个申报不死 而且可能涉及到很多偷渡的业务 这个船本身有问题 那后来还有另外一艘船 人家就说 你这个 你知道这个 问这个船东说 你知道租这个船要做什么 结果船东也说我满灾 反正他就租走了 我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用 所以整个船 船支的来源跟船支的这个 都非常可疑 大家想到 这个在搞什么这个状况 后来第三个 保险你知道 他们对口的这个单位 当然就是温州的 温州这边的单位 后来被人发现到说 促成这个 这一次的首航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这个人叫做 洛宏斌先生 洛宏斌是谁呢 保险你知道 洛宏斌他是什么 中国梦促进会的这个会长 中国梦促进会 那他是全中国的这个全国工商联 这个中职委 那而且是他是说 中国统战部指挥的 中国光彩促进会的 这个台商会的这个主委 也就是说他事实上的 跟中国大陆的官方 关系非常好 而且2004年的时候 他当时还发起一个叫做 拒领公投票的运动 2004年 陈志扁发动了公投榜大选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拒领公投票 对 他是发动者之一 可是今天去参与活动的 有市议员 有立法委员 而且你这个地方 不是随便的人可以来的 那个是高雄海洋局 所管的一个海峡区 可是现在还妙了 高雄市政府 在第一时间说 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的峡区闹了 有一个活动热热闹闹 当灯结彩 你都不知道 对 有这个黄昭顺立委 还有他们很多议员都去了 那他们也都 收到这个通知 那是谁通知他们来参加 这个会议的呢 那这个活动呢 潘局长现在说 都是我个人的行为 但是高雄市政府 到底有没有这个牵涉 在这里面来说 而且我不懂的是 通常你在办活动 你也希望媒体来 都希望嘛 你当然就是希望越多人 报导越好 越多人知道越好 结果你只让一家媒体知道 你搞得神神秘秘 你在干什么 所以现在他更觉得奇怪 这个原本如果是真的是 合法申请的活动 这个小三通 如果照过去来说的话 这个韩国瑜市长 跟这个要把这个货品 直接运到这个中国大会的时候 哇 大张旗鼓 当时也找了非常多人 那对比这一次 居然在没有人知道的时候 办了这个所谓小三通的这个状况 到底他内幕是什么 我们全国民众都非常非常好奇 好 换中 你是迄今选择的市议员 为什么现在高雄讲说 昨天那样的一个仪式 都有武师出来 派人出来去剪采 可是这么过程 大家说那是一个今天的大骗局 为什么是个骗局 这中间有哪些非常奇怪的地方呢 我想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高雄的旗津 要去跟温州的洞头 去这样做一个小三通的直喊 那我觉得这已经违反禅理了 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小三通 必须要透过金门马祖跟澎湖 这第一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 其今它本身就是一个渝港 那你渝港你要从事这样的商业行为 到底整个高雄港务公司 或者说整个交通部的航港师 他知道有这个状况吗 这第二个部分 那第三个 就是我们昨天有去查这家公司 那这家公司也很特殊 它的所在地并不在高雄 更不在其今 它的所在地是在金门 那我想今天有媒体 特别跑去金门 它的所在地去看 那发现是个民宅 那今天在地媒体更去它的办公室看 它有住办公室在高雄市的前证 那我想这家公司在经济部商业市 它所登记的一个过程中 它目前是一个解散中的一个公司 那所以我们在讲一个解散中的公司 然后这样子透过它的人际关系 那邀请了特定的媒体 那邀请了国民党的立委 昨天有立委到 那以及三个议员到现场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是不是他要利用这些民态 来帮他们背书 这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市府的代表竟然是韩国瑜的左右手 潘恒旭 那潘恒旭到现场 我想他中间他也有讲一段话 他也是就讲说 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小三通 可以让高雄发大财 那我想这个在我们在地的电子报的媒体 有露出 可是后来那边报导 竟然也不见 所以这也是让我们觉得很诡异的地方 那最后他租了那两艘船 那更是有一艘更有走私的前科 所以这整个这样子的一个精心的布局 我会觉得这声音也很厉害 因为他弄的场面也很好看 就请了武龙武师 那有那个修哥 然后地上那个剪彩的一些用具 那弄的那那那那那那那 那现场有很多公贺的花圈花篮 那其实我今天还有最一件事情 他这个场地是没有经过市政府核准的 哦 他们就自己在那边办 我们今天为了相关单 为了海洋局 为了公务局 跟那块场地有相关的局处 竟然是在没有市政府的允许之下 就在那边办起这样子一个活动 这太怪了 没有市政府的允许 居然市政府现在最当红的观光局长跑来了 而且是国民党的市议员也跑来了 这难道都没有人在管吗 没有人注意吗 而且他今天穿了去 今天自己也说 他说他会去是因为有议员邀请他 所以我们也好奇 也是希望潘局长可以讲清楚 到底是哪一个议员邀请他 因为昨天到现场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立委 跟三个高雄市的国民党籍的议员到现场参加 那今天有个说法是 今天其实邀请很多国民党的市议员 可是他被听 这是外来人就有警觉就离开了 而且这个过程很妙哦 我这么盛大 但我又非常神秘 我如果说我今天都找了五龙五师了 我就找了很多的花圈 我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 没有 他们只有让一家媒体知道 就有一家媒体报道 是有人觉得很怪把这个照片 PO到网路上 大家一查才发现 怎么这个公司是解散的公司 这个船是以前走私私烟的船 那整个事情才爆发出来 我想我们可以从他的邀请卡 他有一张邀请卡 上面有署名三个人 就是一个是山河海运的李文中董事长 那以及他的翁竹庆总经理 跟一个中国梦初经会的一个洛宏斌的 会长那其实这三个人 我们仔细去看他的背景 其实不难了解 就是说这也是我们现在所担心的 他几乎就是中国在台的一个代理人 他企图就是用一个商业模式的包装 达到一个统战的目的 那所以他今天当然会有特定的美理去 这我们一点都不意外 我会觉得最压抑的就是说 其实今天韩国瑜市场也出来颁 颁局长说一些话 他说是为了吸引七月份的观光人潮 来高雄 所以他才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那我觉得这真的很荒谬 因为你看这两艘船是载货物的 不是载人的 而且其中有一艘又有丑势的前科 所以我不想韩国瑜市场就为他的爱将 这样子讲出这样的一个回应 其实是让我们蛮吓一大跳 他说潘儿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是为了七月份吸引观客来台湾 所以才去参加这样一个小三通的活动 就这两个货轮不载人的货轮 对啊对啊那我觉得 这是更方便就是两台货轮都是载货 而且没有载的 而且其中有一台过去有走私的一个案底在那边 那你这样子讲的话 这又象征了什么 所以我会觉得今天韩国瑜市场这样回应 我也真的是捏了一把冷汗 好国家 这事情实在是太奇怪了 刚刚讲的主办单位 这个主办的公司是一个解散工的公司 今天中间又有一艘船是走私的船 今天所有高雄市政府都说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而且演讲办大活动也不通知媒体 只告诉一家但一家的媒体 你在搞这个神神秘秘 你到底就大家觉得说这幕后真的像陆委会说的 这是一场骗局吗 这个是骗局 而且是司机大骗局 如果可以通人也变成神轨奇航 神轨奇航 这太陷了 这陈西云祖公 一间已经关起来公司 还有乍办 办航温 还有这条通温 而且他这个不叫小三通吧 如果小三通是要透过金门 马祖澎湖 经过一个点再过 他这个根本是直航了 对 而且你要通关 你还要通关查验啊 对啊 对啊 所以说这个很离谱 所以说我在这里服用 韩市长你市府的团队 各首长都要 皮皮得硬的 皮要紧缝嘛 这段期间你再拼出选 如果如果还有那个检査的 刚才那间公司是十分的 查出来是 以前是诈骗前科的 你又去剪裁 那不是又完了 都要赚你的笑 我是觉得说 辣烂的 辣烂的 这件事情真的非同小可 因为这涉及到国安问题啊嘛 是喔 这国安问题啊 这有这么严重吗 那两岸的议题 我们就没有那边跟这边都都 各方都不了解 也没有成组 也没有申请 也没有定期的 你们自己 哇 两厢情愿 还要通行 还有陈立大会 兼债 武隆武士 如果说这些都没有查出来 不然这样 这没有国安的问题嘛 而且你跟他讲的 一张一张一直扳下 我现在影片也拍了 我现在照片也拍了 这些等于说 今天局长也来了 立法委员来了 市议员也来了 我如果拿这个照片 照一讲 刚刚讲 你这一家公司 是一个解散中的公司 你这个船是有问题 我如果拿这个照片 我拿这个影片 我去骗人家说 我可以搞小三通喔 我可以帮你处理喔 我可以帮你混动出去喔 我可以让人家进来喔 我如果拿这个东西去骗人 你怎么办 其实我是觉得 这是演出的配合 有影像 有图片 这个人应该是要在中国大陆 得到某种程度的利益跟信任 所以 这些人都变演员嘛 去那配合 让他们录 让他们看外面 他真的有开幕耶 还有颗风耶 还有副市长耶 还有立法委员耶 还有议员耶 如果不是真的这些人 他们会当临时演员吗 都是临时演员 对 这些人变成临时演员了 这张演员 你看他为什么没有广邀各大媒体 对 只有一个媒体 不然这间违帖 还是说他们自己录的 要拿去中国大陆 去争公 去投影情嘛 我觉得他不是实际要营运 营运的话 你说要通 你说你是货船两架而已嘛 你又不是座人 座人这时台中也有啊 嘉宇也有 澎湖也有 嘉宇也有 台北冬水港也有啊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大 这个真的是超扯的 我感觉啦 潘仁夕你不能再吹笑了 你害死韩国瑜啦 你今天要出来报警 要出来吹这个 你就吹就好 你的思察 你就吹就好 你又说 让民进党剪刀枪 你又把自己把这个搞成政治 议题来打自己 你就 体股怎么让人去讲 你们老闆嘛 今天就韩国会参加这个电影 参加 配合演出 这就是假的 这间公司已经收起来了 准了 还把招数贵 还没人 行政主管机关都没人申请到的 港务局不知道 陆委会不知道 这打开问不知道 有才到开幕典礼 所以说好感觉 还不是韩市长本人去啦 去你就慘了 记者的胸口 因为还可以讲 一个受到国台办管制的媒体 没有资格问我 没错 这一次的国民党的这个党内出血 是变成两个首富的这个战争 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的话 中天新闻是怎么修理郭台铭 我们等一下再讲 那你看 他当然郭台铭怒气未消 所以今天早上他出席这个 他去佛光山见这个星云法师的时候 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 中天记者就问说 你昨天晚上讲了 不会中国大陆的威胁 是否还算数 结果你知道 郭台铭马上他就生气了 他就用胸口 我们很少看到郭董事长这样子 他就这样戳 戳戳戳 你这个受这个国台办管制的媒体 你没有资格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他整个是完全的动怒 而且他越想越气 他后来又说 他跟那个记者说 你要摸摸自己的良心 你是为中华民国还是为国台办 你说问你们老板 当国台办的打手 勾腿就像坐着车的时候 他还是一直骂 你这个薪水 你到底良心安不安 所以他讲这么凶 去问你们老板 当国台办的打手 是勾腿 对 他很生气很生气 他妈猜演你是勾腿 对 好棒喔 那为什么这么生气 我们给大家看 事实上跟刚才生气的 应该就一个叫做周金的人 周金 你不知道谁叫做周金吗 谁是周金 周金叫做周錫伟 为什么呢 事实上昨天晚上的这个 这个新闻里面就说 韩国瑜超有礼貌 他大合照的时候 直接站在最旁边 所以他非常谦顺 对 站在最边边 但是事实上 如果你这个照片来说的话 他不是站在最旁边 旁边还有一个叫做周金这个人 事实上就是周錫伟 所以他们一直被咔掉 只是这样 因为他们要截一下这个照片 所以没办法 就只好把这个周錫伟 这个变成是周金 所以很多人都说 等一下 你说 好不好看 实际的大合照 是这样子 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要展现 韩国瑜很谦顺 韩国瑜他站在旁边 超有礼貌 所以就把他给咔掉了 咔掉之后 就变成这样了 周錫伟变周金了 对 所以这个大家就说 到底谁是周金这样的状况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可以看到 昨天的转播里面 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友台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为什么 他就直接在 这个所谓电视发表会 他们定郭台铭 你看 直接羞辱郭台铭 郭台铭在讲什么 你看这个马上就拿出一个 这个不知道 你在不知所言 而且你看他下了标 这个什么 发表会变成竞选广告 郭台铭论述 听都没有 这样一个状况 好 那你看 鬼打墙狂推自己 郭台铭国政愿景 到底发表了什么 在学寒无止境 郭统发言频频看稿 首付硬装这个庶民破功 所以看整个家库里面 都在修理郭台铭 所以上面是你来我话 对 昨天晚上我用标题修理你 今天你就直接戳这个记者的胸口 所以两个人的怒气 是越来越怒 首付不好惹 对 所以我们才说 这一场国民党的初选 真的越看越经常 新闻希望我们进去看 关键时报节 昨天在高雄骑津出了一件怪事 在高雄骑津这个地方 它盛大举行了一个 高雄骑津到温州 动头的小三通航定典礼 可是它问题来了 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有官方都说 不知道这回事 甚至陆委会把它定调 说是一个骗局 如果讲说那是一个乌龙 也就算了 在这中间有太多不可解的环节 因为竟然参与的船 它是一个走私船 这个公司是一个在解散中的公司 而且这个很多都跟统促党有关系 也就是在中国大陆 它就有非常特定的涉散 在台湾的时候 只有找一家媒体去进行报道 所以如果它是一个骗局 这个骗局它要去骗谁 为什么今天碰到所有的人 大家都吓坏了 每个人都避之为口不及 所以我们看到黄昭顺 黄昭顺在昨天的时候 他也讲 虽然天空不作美 高雄依旧要豁出去要拼经济 今天开通的高雄港 跟温州动头小三通 促进高雄经济发展 这是他昨天的脸书 要风雨伸信心 豁出去高雄拼经济 可是今天黄昭顺 他自己都觉得不对了 他就被讲到说 他有个道歉启示 昨天应邀参加高雄 骑金温州动头小三通 通行典礼 未能明察真相 就在脸书彭文 他深感抱歉 这件事情到底有多诡异 诡异到 黄昭顺必须要在脸书里面 郑重道歉 好我们今天请到 另外一边 对大家分享手一张 看大学副校长马 信不信号 大家好 对视文师工作者刘灿荣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 时事评论员林国庆 保险好 大家安安 好第四位是 财经济叫黄瑞松 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大家好 好第六位是 旅游业者李徐渊 大家好 好下一位是 民进党的高雄市议员 林志郎 志郎 你好 你好 保险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林志郎 我们今天就说 这件事很怪 因为这么大的活动 五龙五十又这么多的 立法委员民意代表去了 可是媒体没有收到通知 是有人觉得很怪 拍了照片以后 po到网路上说 这是什么东西 骑经怎么会跟小三通有关 一查去 一个谜接着一个谜的出来 今天主办单位参与的人用的船 每个都有问题 这件事情最让大家觉得 疑点重重的是 你想想看 韩国瑜上任的时候 最标榜的就是 他帮高雄拼经济 货要出的去 卖几个货柜 一定要做大新闻 告诉大家讲说他在拼 结果没有想到 一个小三通首行的典礼 居然全部只有发一家的媒体 你不觉得很怪吗 你按照他里面所参加的这个人 有高到立法委员成绩 像黄兆顺这种 有硬要参加的 而且黄兆顺今天马上道歉 他昨天很开心说 今天开通的高雄港 高雄港跟温州 动头小三通 促进高雄激发展 今天马上说 他未能明察真相 深感抱歉 而且不只是黄兆顺道歉 包含我刚刚讲说 去硬邀出席的贵宾 除了有立法委员之外 还有高雄的观光局局长 叫做潘恒旭 那结果他也来道歉 讲说不好意思 我下次再参加这个活动之前 我要先查一些相关的法规 不然有可能会 会有出现这个问题 可是我刚刚就讲说 如果按照过去高雄的做法 这种东西应该要 讲实话 要大宴宾客 告诉大家讲说 我们已经拼到这个样子了 结果居然都没有 现在问题就一个一个被踢爆 你知道 陆委会昨天为什么直接讲说 这是一个 要大家小心说 这是一个骗局 陆委会提前定调是骗局 因为他讲说 他是这个首航典礼 第一个 其今自己本身是渔港 也根本没有在核定的小三通的范围内 再来就是你就算要走小三通 又或大三通 说真的 这个已经不是小三通 这已经叫大三通了 你知道 这个东西要做的就是 你必须要设定这个航线 也都没有申请到 再来就是在首航典礼里面 他们其实有讲了两条船 一条叫做这个延红轮 那另外一条 他们这个船都派出来 讲说他们船要派出去 可是后来发现这个船 永顺二号 这个第二艘 就后来发现这两艘船 根本也没有出港 没有出港 什么叫做首航典礼 首航典礼应该是在我这边出发 到你那边去靠港吧 所以说这两艘船 只是放那边做个样子 首航根本没出去 没有 完全没有 好 那今天大家会讲说 那怎么会是骗局呢 因为很简单 你既然讲说这首航 这两艘船要出去对不对 结果一查 有一艘有登记要出港 时间是在七月底 还早啊 还早嘛 我跟你讲 另外一艘更厉害你知道 12月底 12月31号 那你通通都没有 而且登记的地点 一个在乌丘 也都不是在这个所谓的 温州动投 完全都不是 好 那现在问题就来 好 大家第一个先质疑 你观光局长潘恒旭 你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结果你知道潘恒旭昨天 更奇怪的是 你是用一个观光局局长的身份 去那边 你还接受访问 媒体还有拍到照片 是你接受这个单一媒体的访问 结果没有想到 大家先问高雄市政府 问说你们什么时候小三通的 为什么 你看 最一个会问的一定是记者 当然 为什么我独漏 这种新闻怎么可以漏 在地记者你觉得会受得了吗 记者立刻去问高雄市政府 得到的答案很奇怪 怎么样 刚刚市政府说 没有我们 这不是我们的活动 这是潘局长个人的行为 可是我刚才这只是 这其中的一个小问题而已 因为还有更大的问题是 当时他们这个 我公布了说 它是一个上河通运的 这个轮船公司 登记在机门 但问题是呢 后来才发现到说 这个船公司不好意思 之前已经解散掉了 它是解散中的公司 根本都没有营业了你知道吗 那他去坐这个船 船也不是他们的 这个船是跟另外一家起航通运 他们给租来的 好 那问题就来了 第一个 大家就讲说 你这个轮船公司 也是已经歇业的 那怎么会当主办单位 坐在那个地方 还有办法请得到观光局局长来这边 用私人名义参加 我们用他的说法好了 还可以找得到立法委 我不知道立法委员是不是私人名义 但是他今天已经说对不起 他搞错 搞错了 惹到一大堆事情了 好 所以这是第二个疑点 第三个疑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现在大家就去查说 好 你有延宏轮对不对 那你除了延宏轮之外 你还有其他的这些船 后来才发现到说 这个船在过去的时候 其实都有不良的记录 你说永顺二号跟延宏轮 没错 两个都有记录 而且当时其实查出来说 在2011年的时候 其实他们那时候被查到说 其实他轮船有些搁浅的记录 那个凡走过都必留下狠地 但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2012年的1月的时候 这个延宏轮被查到 他在马公安检所查到 有三桶不明的私酿酒 不只是私酿酒而已 后来在4月10号的 又被查到100罐的伪劣药 这是什么 不可能在船上自己做的 他走私药 走私酒 走私烟 能走私他都走私了 所以他不可能自己在船上 自己酿酒自己来弄 不可能 那这些东西从哪来的 大家直接合理怀疑 你就是来自于走私 再来就是说启鸿公司 我跟你讲这两个船 有他的 然后他有去租的 可是这个启鸿公司 很多人也质疑讲说 他的负责人是谁 你知道叫做陈永仲 可是陈永仲他自己本身 按照过去的 大家去Google他的之后 发现到他是统促党的干部 那我也必须讲就是统促党 基本上他任何人都有政治的理念 你可以参加任何政党都没有问题 可是统促党在过去里面 大家也都知道 他对于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的 这个所谓的政治立场的问题 好 那现在就回来了 你要把这个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凑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就会发现 第一个 这个船班这两艘 在昨天首航的那个 叫做什么 叫做幽灵航班 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有 大家就觉得说奇怪 怎么会有这样的活动 把它给提爆出 搞不好就这样过去了 那你这种宣传效果要做给谁 有台湾的官员在场 有台湾的立法委员在场 有船公司的老板在场 那这些东西如果做宣传 搞不好有人真信以为真 说真的守航了 真的守航了 货就要出的去了 那问题是货出去到哪里 不是 我们讲 你做任何事情 一定有他的目的 我今天大张旗鼓的 把观光局弄来了 把立委弄来了 把市议员弄来了 弄来了以后呢 虽然我没有让台湾的媒体知道 我只让台湾的一家特定媒体知道 其他的 我就这样的 就让他晃过去 你总有的目的 这个目的太诡异了 但问题是如果有一艘船 打着说 我告诉你 我是从温州 动头 那个地方来到台湾了 直接就上岸来 那这些货代表什么意思 而且现在有一种恐怖事 不知道这个是危言耸敌 还是真实的危险 因为他如果要跟温州 两边的一个小三通 台湾在 我们在过一段时间 我们的这个口提疫 已经免疫了 我们的猪是可以出去 现在 我如果可以这样子不管是 我可以这样私底下走私 我可以跟这边小三通 可以直接通 那里是非洲猪瘟的疫区 那不是把台湾给搞死了吗 而且一般现在我们讲说 你要做小三通 最重要的是 你其实要经过海关 海关很重要是 它有一个很严格的 检疫的一个方式 我现在换另一个方式讲 你刚刚讲到是说 如果我是这个所谓的猪 猪肢的 这个所谓的肉类的部分 他进来 可是宝洁 如果他都能够 让这种物品都可以这样来来去去 里面如果夹两个人 如果他是活体的呢 你连抓都没有办法抓 因为讲实话 这个活动里面 有官方背书 有官方保证 有立法委员在那边告诉你 讲说 我好高兴 终于高雄能够发大财 结果 今天因为他这样子道歉之后 大家就觉得更奇怪 难道你们这些人 去参加之前都不查吗 还是其实你们搞不好事 知道什么事 但你不敢讲 好 刚刚讲到的 潘恒迅昨天在齐京 搞了一个齐京到浙江洞头 两边小三通的首航典礼 你说这个在高雄已经炸锅了 因为他发现 这后面真的有骗局吗 这中间太不合理了吗 还有 潘恒迅 你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人 对 我认为这是一个 很大的骗局 而且我怀疑说 潘恒迅应该有参与其中 所以我今天去提告的目的 也是希望说 藉由这个司法侦办的手段来厘清说 高雄市政府到底他们在这个里面呢 有没有参与这个规划指导的过程 因为为什么这样讲 是因为其实筹办一场这样的守航记者会 他是需要事前的准备 需要时间酝酿 邀请各个来宾来出席 那这些东西都是事前就必须要知道 不可能今天说办明天就办成功 再来是这一场记者会 号称叫高雄温州的小三空首航仪式 一般来说 渔船也好或货船也好 首航应该是 这个有一些仪式 比如说丢个瓶子 丢个麻吉到海里面 要庆祝丰收 仪式完的时候 船就要开出去 结果发现说 这艘船居然还停在高雄 那所以说我认为说 是不是 这一个上河海运这样被注销 而且也被解散的公司 他们到底跟中共这边有没有什么默契 那高雄私人府在里面参与的角色如何 这是我们希望今天提告 进一步去证明 那他们去他一直在事件爆发之后 去推说 这个是他私人的行程 跟这个高雄私人府没有关系 可是我们去检视相关的当天的影片 发现说当场的这个主办单位 他们说这个事情 中共中央这边是非常的支持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是有可能有 一定有达成某些约定 所以我今天去告这个外患罪 那潘腾旭他检视现场的影片 有出席的国民党议员呢 他是称呼潘腾旭局 是称呼他潘腾旭局长 不是称呼他潘腾旭先生 就代表是说现场所有人都认为 潘腾旭是以官方的身份代表出席 来替这项这个神秘的航行 幽灵的航线来做背书 那我今天进一步去追查 潘腾旭说他有请假 那我就很怀疑说 到底他是事前请假还是事后请假 我刚刚得知最新的消息 是他是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 才请秘书去做这个系统请假的点选 意思是说他根本就是事后不请假来掩饰 他这件事情所造成的风波 好那如果他是一个大骗局 他到底要骗谁呢 你刚刚讲中共中央是支持同意这件事情 这是真的吗 今天国台办还发声明 还骂了民进党政府一轮 还说支持在两岸的什么执行 各种交友他们都支持 所以说这事前到底是不是有部分的默契 韩国瑜市长 他跟他的局长之间有没有什么样闲命 要去做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得知现场的说法是说 这个高雄温州的小山东直行 是要落实豁出的去高雄发大财的市长政策 代表是说高雄市政府官方身份 替这个航线准备背书 他们要上演一出 就是逼迫陆委会来买单这样航线的一个大戏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不管这个海运公司 他在那边的关系 跟骆宏兵之间是怎么样关系 跟那里的什么关系 那他都已经造成一种氛围是说 在韩国瑜市长主政下高雄 是可以违法跟这个温州 进行这个小山东的直行的这样的消息 那我们一般其实在行政部门也好 或者是在议会部门 有时候会有一些穿梭两岸之间的人 他们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这边跟你拍照 哪回去那边哪回去那边选说 他跟台湾这边的政杖关系有多好 那也会在台湾这边秀出说 他在中共那边的关系有多好 跟谁跟台办的谁拍照说 两边做一个媒合仲介的角色 那到底 如果今天国台办没有发这个声明的话 我还觉得说可能是一场骗局 但是国台办今天做这样的声明 我会觉得说 这是不是之间已经达成一些约定 他默契 所以我们今天去提告的时候 这那两个部分 你说这有可能是要强渡观山 对就是在试水温 要用试水温 就是说到底这是台湾社会接不接受 这个直接在开一个新的航线 你如果觉得他们是要强渡观山 是要试水温 你应该广告周知 应该让所有的媒体来报道 可是很奇怪 做这么大的活动 只有一家媒体收到通知 只有一家媒体去采访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要搞神神秘秘的呢 对所以说有可能他就是要进行 比如说跟对岸那边证明说台湾这边 他们可以有这样的政商实力 来找到地方政府的官员 而且潘仁旭他等于几乎是代表 韩国瑜市长的这样的角色身份 也可以找到国民党的立委 国民党议员们一起出席背书 所以我会觉得说 一方面有可能有默契 二方面是有可能他要把 这样的记者会 做新闻部分新闻的报道 因为旺中的部分 当然是中国人看的比较多 这样报道去证明说 他们有开这场首行的记者会 证明他们在台湾有这样的 政治的实力 齐悦 你是旅游业者 你说这件事情非常奇怪 当然高雄是这么后来 把他叫缓甲了 说可能是为了 七月份的这些观光潮 来做一个准备 做一个热声 说不对啊 你两个货轮 货轮只在货不在人 你这个跟观光有什么关系 而且刚刚讲到的 从你一开始参与的人 你的这个船运公司 就你们旅游业者来讲 那真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想因为我们长期 在做两岸的一些 包括交流相关的活动 包括其实小三通 这个整个措施 是当时陆委会 在民进党政府陆委会 他当时就是还 旅行工会还拿着陆委会的 委托性到对岸去谈小三通的事业 但我们谈的是人员的观光 还有人员的小三通 但是我们从这个长期在这两岸的工作上面都知道说 其实任何两岸的 不管是航空的航线 海运航线都是双方平等互等 而且是互相要互派的 就是说我们这边派一条船 对方就会派一条船 这第一个基本原则 从来没有那种单边举行庆典 这是不曾发生过的 第一个让他觉得非常奇怪的事情 如果说你去看 注重这种两岸交流 是不是都知道一定是两岸 而且台湾这边出席的长官官员 如果你是局长级 对方也就是局长级 对等 对等 而且在整个两边的新闻的报道上面 通常一到中国大陆 他们对这样的新闻是大作 而且一定是非常盛大的 他们绝对不会只有一两个电视台 一个电台这样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种新闻一定是大作特作 所以在这个整个我们看的时候 就觉得当时觉得非常奇怪 而我看到这案子的时候 那我会想到 怎么跟当年那个林佳荣的 那个海水采框案 怎么好像很像就是一个大骗局的感觉 对 好 那潘文旭局长他说呢 他是私人出席 或者是他是一直不查 我选择相信他 但是我觉得今天整个 这个案子来讲 最让人家觉得奇怪的是 这些人他拿了个照片 他要拿去中国大陆 还是在台湾他要做什么事 因为在法规上 他的航线航权都是不合逻辑的 因为没有两岸的航运协商 那他这样子整个 是不是合理怀疑 就跟以前我们知道的 我们行业里面有一些 所谓的就是两岸的那种买办前客 甚至说专门在做两岸交流的片图 为什么用片图来讲 是因为他们常常会拿的这些新闻 然后就拿了照片拿了图片 到中国大陆去开始 去跟地方政府和地方的一些 国营企业开始去开项目 去开项目的时候 他就会想 因为我们已经有台湾这边的核准 我有台湾这边的资质 所以说你在那边 我们是不是开口项目来做对勁 别说我就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有盘很序 有这个国民党的市议员 这样子零零从从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如果是这样子又挂了一个庆祝高雄 骑津温州动头小三通 这张照片到大陆是有用的 他可以做非常大的操作 他操作可以怎么做呢 今天我拿这张照片之后 去中国大陆 也许找当地的政府或是找 当地的国营企业就跟他说 我现在有个项目 台湾这边已经放行了 那我们要在骑津这边 要跟对这边直接做对接 那我希望承包这个项目之后 你可以给我什么样的支持 可能说我要资金 然后我可能我要钓船 我可能要成立一个集团 然后在那边开始募资 然后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后 可能就变成空投空私 那吸完金之后是不是就跑掉 所以这些后面的 无限可能性的操作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今天也许是有心人士的挖一个坑 然后给他们这些长官跳下去 但是我另外还要讲的是说 那这些长官你要出席的时候 你自己也要看清楚 好 那过去 虽然刚刚齐悦讲 他相信派成去 但我不相信 因为我只问一个是 谁找你去的 你之前讲说 是一个市议员 是市议员找你去 你是以个人身份 可是我们看到那个画面 他站着手中 他是主持人 他是主持人 他是主负责人 你怎么可能说是别人找你去的 那如果说是一个市议员找你去的 是哪个市议员找你去的 今天这个红布条挂出来的时候 这个红布条是官方出来的 还是民间出来的 今天这些邀请函 有没有高雄市政府 你之前有没有看过 每个都是问号 你又不是出出茅庐 你怎么可能都不知道 而且刚刚讲 现在定调他是个骗局 你说这个可能不是对台湾的 而是对大陆的 潘恒旭局长 他如果说对一个议员 他如果说那个议员的名字 可能跟那个议员害死了 直接就害死了 因为这两个红都没有申请 是要怎么通行 是啊 你说小三通的 小三通是要经过特定的 像金文妈祖配偶 金文妈祖公仔 申请过了 你怎么开的直接要去 而且他唇还不出港 对啊 唇一个是七月底出港 一个是十二月才出港 所以这比省鬼趋暗 更加精彩更好看 到底是 怎么有制造 精彩 成立 开门 为什么这么看完 都这么说 在市府的土地里面也会心情啊 是 你如果对这两个人说 这两个这么准 没有了解 为什么会不成这样 我感觉 其实这个为什么只有一家媒体 为什么我们这边媒体没通知 就是这个影像要去中国用的 不是对台湾的 不是对台湾的 不是说有台湾人听的 让台湾人知道 就正义 敲锣打鼓说 我们委员来这里 你跟领委会说 你跟检疫局说 你跟海巡署说 昨天要进来 怎么不用经过海巡署 海巡署的 怎么不用去查 检疫局怎么不用 航管怎么不用 都要嘛 都没有通知 所以都没有通知 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 然后会领域 领域就叫那边的媒体 特定媒体来报 为什么只有一件报道 就是说 这个媒体的外面效用 在那边的三省利益 刮保证 刮保证 很简单 要怎么骗做骗 我没有认定他们骗 但是如果我 做好骗的 你做好骗的 做好骗的 不是我做好骗的 你做好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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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你有拿到这个外面了 官方嘛 立法院嘛 市议会嘛 全部都到齐了 你拿 怎么想 等一下 你对航文有兴趣吗 我现在有一条航线 已经通过了 而且也开航了 但是不服使用 这两只顿太小吃 太小吃 太小吃 好 现在韓国预事长去平朗 要过来台湾的水果 大家都从 买头 从高雄要出来 买来的困书了 好 再不去了 预政美女的营业 额额额 达到三十亿 我这两只顿太小吃 等一下 你有清楚吗 倒出一下 倒出一下 有没有 我现在是有航线 没船吃 对 你先来投资航线 有航线 航线就是钱 对啊 航线已经有了 有开幕典礼 有直航典礼 我现在船线太小吃 不够贅 你来倒出船线 是不是 钱就够掉了 这还有政府够保险 有高允的 有立法委员 有议员 有议员 人倒出这 我跟你说 所以你也说 航线最买半 这个船线好半 对 所以我航线的时候 就可以用航线去勾很多东西 航线不通 不准的话 你有船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已经通行了 已经都 剪彩开幕了 通行了 所以 温州邦你知道吗 全中国 豆豬最厚的 最胸的 最胸的 获利最多 就是温州邦 所以国家 你说 藏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 红卜料 就这个红卜料到外面了 这红卜料到外面了 红卜料到外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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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高雄市政会的官员 这最重要 其他都是陪赠的 你看到 他五龙五四整个画面 一定做得很漂亮的 甚至他要去造商 就会放给他们看 你不能当作 跟那边的孙子而已 我们台湾农民 跟高雄 有怎么去勾备呢 他就听我说 那边要订几栋的 奶支 奶里这奶支 你拨拨的 都给我 我给你温过 有啦 有可能 等到有尊纪的时候 通过的时候 有温一杯过 但是你聋民修的重金 收不 要怎么收钱 他跟你说 去到那边的建议 没过 没过 农药残堵过高 你们当初的客户 就没收农药残堵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那如果再回来 你还要再回来 你还要再回来 你要再回来 还是要当地消费 消费 我当然消费啦 当地消费 其实没有消费 已经有去了 也有人买去了 那两边 这很好做的啦 我跟你说 我没去做招牌一堂 做没差的啦 你说这两岸过去 有这么多的故事 对啦 那四重 刚才讲 这个在哪里 是高雄的旗津 还有温州的洞头 为什么这件事情 大家觉得奇怪的是 这个照片有人经过 拍了个照片 大家觉得 旗津怎么会是 小三通的港口 这么重大的事情 为什么没有 其他媒体的报道 为什么这件事情 要搞得这么神神秘秘 结果他贴在网路上了以后 马上 就在台湾给炸锅了 但另外一个是 他在哪里 他是 温州的洞头 你说 温州洞头有学问 对 宝姐 我可以很肯定的说 这个可能牵涉到 一个诈骗的这个案子 为什么这样说 我先跟大家讲 为什么 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个 庆祝这个高雄旗津 跟温州洞头的小三通 而且一定要这个官员出席 我先跟他讲 温州其实有一个非常有 重要的意义 温州在2015年 你看这是 是温州市台办的文件 2015年3月9号 他说什么 温州获准建设海 这个海峡两岸民间经营 创新发展示范区 那为什么 因为他说温州是浙江 全中国到这个 整个台湾航线最短的一个港口 而且空中航线也是最短的 所以在海西国家战略中 具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位 所以他们出台了一个 就是要把这个温州这个地方 建设跟台湾互相对口接起来 温州是台湾最短的港口 最短距离港口 所以他就说他要跟 你看他们要打造一些什么 对岸的这个平台 对这个跟两岸的一些平台 两岸的这个合作特色平台 我一直以为说平台是最近的 就是温州最近 所以他们一直要发展 温州跟台湾的关系 所以温州市政府 想要发展这个 跟台湾的关系 所以温州市政府 没有 这是国台办 市台办拿到 所以他一定可以中中央 拿到非常多经费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你的发展不顺 你没有发展这个状况 我已经2015年就批给你 你现在温州跟台湾 到底对接的状况怎么样 没有任何对接的状况 所以呢 保佑 你说我现在有很多的钱 但是我没有案子 对 没错 好 那所以你看 在2018年去年的时候 这个台湾跟浙江 你看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会议 我们台湾跟浙江 居然合办一个 第五届海峡两岸 温州民间企业创新发展 今天论坛 那在温州举行 那温州举行的时候 保佑 你可以看到 有谁去呢 台湾没有报道 你可以看 胡志强去了 他去了 对 你看 他去了 他去了 他这个还什么 首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里面 他讲到非常多案子 保佑 他里面签了很多案子 签了要做什么 目标建成两岸共产的花园 海上花园 而且他还有非常多的案子 在那里面 当时签了非常多度假村 两岸的这个 青年的合作中心 你看 而且你看 他的这个胡志强 还在开幕式中 这个去讲话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台湾都完全没有报道 而且 这个地方在哪里 这个地方 就是洞头 他可以讲 洞头跟台湾相吐气 相应熟 洞头秀美的自然风光 跟热情好客的相信 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 然后后来十月多的时候 中时他们报信还出了一篇文章 就是温州这个模式 是未来两岸交融的一个好方式 所以他其实写了非常多 只是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我以前地理也算学得不错 我在整个中国大陆 我也算是知道很多地方 我第一次知道 温州动头 温州动头 就是浙江台湾合作州 就是首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的举办地点 那你看他们当做什么 推进当地的融合发展 还有建设海上花园 好 那我们再讲 为什么要建设海上花园 所以我们讲 这一次不是有个非常重要 叫洛宏斌吗 洛宏斌不是主办这个 保险 他在那边有投资 他在那边投资 发展一个同心小镇 也就是他是已经在那边开发了 那开发的话你总是要有一些 你这个目前的洞头 定义是跟台湾的对接 那台湾的对接的话 你总是要跟台湾对接起来 什么对接 如果有小三通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对接起来 所以为什么要有这个 所谓小三通的船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你这样才能 跟台湾对接起来 我们小三通的这个航运 而且我在那边也投资了这么多 然后官方的这个资源 也要下来的时候 保险你这样就可以 串集整个故事 整个故事来说的话 其实无非就是 有统战的阴谋在里面 然后还要跟中方拿钱 甚至你看 我现在有一个 这个同心小镇在那边开发 我有固定航线 台湾人真的会来的 你觉得这个投资 会不会顺利 当然会顺利 我可以跟中普大陆的 国营企业说 我有这个案子 你看 我不但在那边投资有案子 这是国台 中央台办的这个案子 这个要两岸融合 那我可以跟很多企业募资 所以你看看 这整个 我觉得这里面 当然会有一些经济的 这个利益在这里面 好 谈起来 刚刚讲的两岸之间 有很多这样子 以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南陵诈骗案 那个台湾是几十亿的钱 就这样被骗走了耶 连我都要骗去 连你差点有骗 连我也是目标 好 我跟你说 我们的亲戚朋友很多人 因为南陵这个 叫我们骗去的 头生是说 叫你来出头 说南陵那不错 就骗去 落地接待 我把你画一堆大拼 给你说要照证 你要倒注什么 差不多多少人 三十万 三十万 你只要骗两个 差不多你便便回来了 要先招架回 一个骗 都骗什么 去骗这个 都骗什么 骗亲戚 做好朋友 结果又骗到亲戚朋友 都骗不起就是这样 连我 连我 没有当立委那段期间 我还有一个好朋友 甚至也有亲戚 跟我说 郭庆来 我们一起来一个 一男人 我跟他听到就知道 那就是天下 没有不老而获的 哪有那个好谈 那好谈 不然轮到台湾人去谈 台湾人去谈 台湾人就倒注 台湾人 你常常在说一句话 十三亿人口 十二亿在骗 一亿还在受训练 还有什么轮到我们去探钱 他们那边自己探了 结果 都骗子 都是我们台湾人 很严重的 我认为这件事 怕台湾人 很多人 要顾面租 都是高知识分子 都是高知识分子 都是想说 去那摆头 修道朱 以我的经济能力 我是社会顶尖分子 三十万而已 十分啦 三百 三百 现在你下雨后 他就跟你说了 你这 你再介绍百人的位 你这三百 不用等我们工地上等 你就情谈回来 不用动了 都还不用启动 你就赚回来了 他就去找亲家朋友 找亲家朋友 大家亲家 会给上信仰嘛 就对他去 去说 我在投资三百 你三十你不敢咯 一个扣一个 对 他就说 喝董的国庆 三百都下去了 我三十万而已 三十万 不然我去下雨 下雨 现在他又去捅 他现在跟我说 你三十万进来 你再捅两个回来 捅两元 一次捅两个 两个 再捅两个 就捅六个了 六个 六个百八万回来 你三十万回来 结果又够百五个 钱这样越捅越捅 越捅越捅 捅越捅越捅 捅越捅越来 所以我跟你说 南领诈骗 这个都是一些社会 越消灯 越不感觉贅的重要 越南山贅的 他越打开 越倒桌 所以两个有 这么多的骗局存在 当然 所以说 我感觉这个 小三通 变通三小 这 基本是整个是 太含了 含得太理破了 最含的是说 一些民意代表 一些行政首长 你们去当人家的 临时演员 还没拿通告费 我来这边也还有通告费 结果呢 打开 社会的健康 社会的健康 今天这间公司 真的合法 都申请了 你们去参加 那大家把你们打破 收庭 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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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没问题 问题是 市政府也不知道 行政局也不知道 海巡署也不知道 陆委会也不知道 连小三通的第三点 金问妈祖 也不知道 是要怎么去通 台湾人也要去金 真的 天底下没有不老而活 自己要有什么可能 人家说的 人家不怕 整家都不怕 好 所以齊磊 刚才讲的 因为两岸太多 这种诈骗的事情 就像以前的男龄 而我当时听到好多人 台湾是几十亿 有人讲 根本上百亿就摘在 这个案子 所以一定要非常小心 没有错 尤其在中国大陆 他们很盛行 叫做政治经济学 什么政治经济学 他们认为 因为整个中国大陆 是政府富民间穷 很多政府 他们因为拿到 政府的一些项目特许 所以说他们会扶摇而上 因为他们有一些 特许的门槛 好 在基于这样的理由的时候 在这个也变 因为两岸特殊的形势关系 就让这一批 所谓的两岸前客 他们会赚到很多 一些很奇奇怪怪的项目 而这些项目 他们就开始去变现 那怎么样变现 其实他们通常来讲 套路都很像 第一个 不管是男龄诈骗案也好 或者是台湾这边的一些 不肖的业者 不肖的人 他们会拿着一些 所谓的官方的认可 官方支持的相关证明文件 比如说南宁 南宁诈骗案的时候 他一定给你看到 当地南宁市政府 长官全部站出来 然后非常盛大的 也是 南宁骗台湾也是 所有的政府官员站出来 所有的包括照片 影片 新闻报导全部一应俱全 好 他现在就是中国大陆 他们普遍有的这个套路 第一个我要有一个项目的开始 我要让所有的相关长官 通通站在一起 大家合影 然后写 告诉你我要做这个项目 之后这项目是空的 好 这空项目之后开始 把这个照片去让你做无限说故事的延伸 我告诉你我这边未来会多么的发展 我的未来我这些官方会给你多少的支持 我会开多少的 开多少的项目 那你现在进来 你就会有多少好处 然后再利用传销的方式 而且南宁诈骗案 他的传销制度走的就是以前 传销业的双轨制 因为传销业两种制度 33制度就是双轨制 他走的是双轨制的制度 让你就是投了之后 有钱可以收回来 好 这个是骗什么 骗大陆人也骗 南宁案不是只有骗台湾人 连大陆人两边他们全部都骗 他就是个假项目 真恋财 可是这样子的手法 台湾人其实在大陆 不是骗一般民众的钱 也不是骗我们台湾人的钱 而他是去骗什么 他是去骗中国大陆政府的钱 他去骗中国大陆国营企业的钱 因为什么 因为这些中国大陆政府 他们要什么 要业绩 他们希望要做两岸的这种 两岸业绩 他就会相信这两岸前客 到最后发现他们投下去 也是一个空项目的时候 没关系 反正政府机关 那个项目之后有照片 呼呼 把他洗平掉 他们还是拒绑他们的官 但是他这批人赚跑了钱 好 走 刚才讲到 长龙空服务的罢工到监底七天了 现在整个旗帜完全翻转 工会一直想要让步 但是长龙步步进逼 而长龙为什么现在底气这么足 因为我们看到股东现在支持他 现在我们的整个政府在支持他 看到华航当时 立法委员都是站在空服务员这边 可是这是没有一个立法委员出来讲话 而且这是刚刚讲到的 我们的外交部 竟然同意长龙说 如果我没有办法从工会拿回护照的话 四个小时我就可以办新的护照 可以把旧的护照给撤销 照理讲我是护照遗失 护照毁损 我才可以这样子快速的办这个东西 可是我们的外交部 竟然如此的配合长龙空 就是这样 长龙才是台湾真正的外交部 真的吗 没错 事实上长龙可以说是太上外交部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过去在拼很多外交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外交部 还不见得使得上力 像巴拉玛 巴拉玛在长龙发过世之后 我们就没多久就跟他断交了 所以过去在巴拉玛 新加坡很多欧洲的外交场合上面 事实上外交部 可能还要摆脱长龙航空 使点力气 你说长龙航空在外面 比外交部还够利益 那事实上这个长龙航空 不只是跟外交部的关系非常好之外 他跟过去的总统关系都非常好 我们讲最著名的就是 他跟李登辉的关系 李登辉的孙女李安尼去 李安尼去国外念书的时候 他在伦敦念书的时候 巴拉玛姐 我们外交部 还没办法去照顾李安尼 因为这个目的照顾他可能有点困难 那你知道照顾他的是谁 长龙航空 当时张龙发就说 我们派出我们长龙航空在伦敦的代表 就说你一定要好好照顾李安尼 李安尼在伦敦有什么需要 有什么需求的话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 所以你知道说 他为什么在这个 我们国内的党政关系那么好 因为他其实下足了非常多的关系跟功夫 他就讲说 原来在台湾政商关系上面 其实最有利的竟然是长龙航空 刚刚讲李登辉时代 最说得上话的是张龙发 在陈水扉时代 刚刚讲的国政顾问团队 对 陈水扉就职后 上任后 当选后 去的第一个企业是谁 是长龙航空 马英九 最听谁的话 张龙发 而且他的那个党部大楼 谁把他解决的 张龙发 所以张龙发的背后 永远有国家的力量在后面 对 就连这个民进党 不是清算国民党党产 他也不敢动那一栋大楼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你现在连中广都要赵少康 做出来 那都转棘手了 可是 就在总统府对面 蔡英文每天都可以看到的 张龙发文教基金会 蔡英文就是不敢动 所以你就说 谁是台湾最大的King Megan 或许长龙集团的 过去的张龙发 或是长龙集团 对台湾的政商 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再讲一个张龙发 可能过去大家 不知道的一个故事 保险 我跟你讲 我们这次都不是说 张龙发很强硬吗 他可能如果他在的话 绝对不允许这样 他会把公司关掉 他就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跟你讲是真的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跟你讲 他其实张龙发 曾经跟我们一个股市 非常有名的座手阿丁 他们曾经交往过 交手过 阿丁事实上保险 如果你知道的话 过去阿丁是个非常有名的 主力座手 他无意不语 他参加了这个股票 他都大赚出场 比如说卫权 卫权为什么后来 变成是鼎星 就是因为他跟这个 他们这个做 他把这个阿丁 他把股价炒得非常高之后 他在高点把股票 全部卖给鼎星 所以他赚了一大笔钱 也导致卫权 从原本的皇家 变成是鼎星集团 所以他在很多交易里面 来说他是欢迎赋予 可是他唯独踢到一次铁板 就是跟张荣发 为什么 张荣发有一家公司 叫做荣运的公司 那我们知道70年代 这个台湾股市 很多都是涨资产股 那阿丁就说 这家公司非常非常好 他有很多土地吗 对 很多土地 然后他就决定说 开始买这家公司 那他买这家公司 他的用意是什么 他用意是说 我把股价炒得高高的时候 我要张荣发 你把股价高高的买回去 不然的话 我就掌控公司 他吃定张荣发 我就可以公司公司 就是他股价就真的一路的往上飙 往上升 往上升的时候 这时候张荣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有人在外面 收了这么多持股 怎么样的这个情形 收我荣运的股票 那他当然注意到了 那这时候阿丁 他马上就跟张荣发 下这个通牒令 他就说这样 这个张董 你现在我的股价 在这个一百多块 你把这个一百多块的钱 买回去 买回去的话 我就不要 你就可以继续经营 就这样张荣发就说 当时在荣运上面 阿丁所持有的股票 已经高于张荣发 已经比他多了 他就说你就收回去 不然的话你的这个营运 可能会出现问题 经营权没了 结果你知道张荣发说什么 没关系 你把那股票 你要进行公司 你拿去 你都拿去 没关系 你拿到公司的第二天 我会把我的公司的完工 叫他全部都乞讨 就是说你买到了 只是一家空格公司 你要这家空格公司 你就去吧 那我这个公司的员工 全部 我会命令他们全部走 那他们也会全部跟我走 所以就是这样 我再去外面 成立同样一家公司 来跟你对打 那你就损失得多 还是我损失得多 他这样跟阿丁对干 同时他还怎样 他去拜托当时的李登辉 李登辉总统就说 查查这一位这个座手 所以阿丁后来都知道 你张荣发不但不投降 而且你还用党政关系来对付我 所以也是两手策略 一方面就是 你要我买 我绝对不买 你要公司你就拿去 另外一方面 剪掉进来了 所以后来阿丁是怎样 阿丁就说 他在这个陈崇光先生的这个调和之下 他们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长荣集团再把它买回来 所以自然阿丁在陆陆续续的战役里面 他唯独是跟荣运这一场战 他是吃得灰头独脸 不然其他战役他都是大祸全身 我们之前讲的都是 长荣重工的那场罢工 长荣重工那场罢工的时候 也是警察进来 也是警察进来以后 把工会的鸡蛋全部给砸掉 工会所有的武器全部都没收 把封锁线拉开你 长荣重工完全动不进去 他是在所有的 不管你是罢工 武士作手对我的对决 他都有国家力量进来 所以张荣发过去 他根本不怕你这些的 他就觉得会给你硬到底 那他的这种所谓的作风 因为我们知道长荣集团 就是张荣发创办 他的作风就是精确精实 那上面一定是这种 日式的管理能力 那现在第二代也是这样的 管理方式 所以才会为什么会变成 这次的罢工事件 事实上他们的管理方式 是其来有志 所以你刚刚讲的 为什么现在长荣航空的 现在的领导班 非常的强硬 是因为他是前有狼后有虎 你当然前面你这些工会 如果我同意的话 我接下来会没完没了 跟你说后面有一个人 张国伟在后面虎 对事实上现在对长荣集团来说 他们的公私派 尤其是现在掌权的大方来说 他有不能输的压力 为什么 因为他回去的时候 大家外界都在说 你这个当初把张国伟赶出去 张国伟在过去的时候 他的经营绩效多好 甚至还有人在网路上说 如果张国伟还在的话 会发生这样的罢工事件吗 就不会有罢工了 所以很多人都把这个矛头 都指向是大方 那大方当然这个心里有压力 尤其是保洁你知道吗 星宇航空即将在未来 两三年时间要成立 那你看他第一个时间 这个张国伟在第一个时间 接受媒体访问就说 过去的 我要把过去那种长荣的恶习 不要带到我的新航空公司来 所以现在外界都在看 这所谓王子复仇记 他们两个之间的王子的对决 所以当然对大方来说 他一当退廊之后 获利下滑之后 外界就会拿放大镜来检视你 果然张国伟真的是 果然获利比较好 你的获利是比较差 所以大方千万 他们有很多内外在的压力的话 他是绝对不可能 对这个目前的罢工退让的 好 国企 你过去 你看他 你说 你充分感受到 长荣的力量 有多么样的绵密 有多么样的深厚 而且你刚刚讲是说 你今天只要出了台湾 长荣比我们的外交部更好用 没错 长荣 他这长荣的公司 这是对他长荣老板 开始一路遵循下去 我刚才说 长荣公司只要 他有非的国家据典 他落地经理 都总是在做在地 和台湘和人的工作 做到很落实 因为他有一家竞争公司 叫华航 华航也会派任在地的经理 所以对台湘来说 华航的经理和长荣的经理 就要去表现 你如果说大家都去 中华航的 你中央的就落桌了 所以他们很严谨 所以说 张荣发先生 我们说真的 历任总统 为什么跟他都这么好 好像搞正好而已 都不去帮忙吗 不去咱咒吗 都会嘛 其实 我们的外交 如果像张荣发先生 他那种做的外交 反正 我们真的外交不会这么严 他中南美洲 各国的元首 他都非常熟 真的假的 中南美洲 特别中南美洲 你看巴拉玛的总统 要来台湾 是坐他私人飞机 你看看小英总统 要出访 是坐长荣专机 为什么不坐华航专机 你看看 总统的总统 过去的国民党 董部 是 这段 张荣发文教基金会 是怎么 转型正义嘛 对吧 逃党产 对啊 逃党产嘛 为什么这党不敢投 没人说的 总统就要投 这党不敢投 你怎么不去投 这也 说到来 以前国库趟党口的时候 国民党的钱 本党的资产 他买的人 算账货 是 收账有没有费 有费 对吧 所以说你看看 为什么不敢投 不敢投 我说张荣发这个人 他对的人 你知不知道 账人不是 他不是账人 不是哦 他是平亚人 平亚人 平亚人 17岁准 17岁准 17岁 9岁准 17岁准 去准准 一直到41岁 三十六岁的时候 有跟朋友合作 开一间台新海运 台新海运 台新海运 最后 分构后 41岁創立 长龙海运 而且创立长龙海运 又是全世界最大的货柜海运集团 那个时候 阿兵在做什么 你不知道 海事法律师 对 海事的法律师 国际有名的 专门在打长龙海运的官司 他专门帮长龙打官司 对 所以阿兵跟长龙海运 的 张龙花 很好的 阿兵只有这个时候 事部一没有 稳定两岸 那时候还可以 后来阿兵 連任了后 说 一边一国 海事 张龙花 张龙花先生说 他本来拿到 对方的航空款 这条也要下来 结果 这条没下来 没下来 还减 跟他插水 所以 台湾给他插水 阿兵这条 对 这不是阿兵的问题 是 中国去平均 他跟阿兵的关系 一定有着 所动阿兵改变阿兵 阿兵嘛 结果没法 阿兵那时候 第二边的原因 一边一国 他做了 这条拿不到 还减 给他插水 后来跟阿兵 没多好 再来 他就去支持什么 2千块 他支持 是阿兵 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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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的大楼是没人敢买的 那党 中央党不是没有人敢买的 大家也知道 那党 最早是日本放送协会的 对嘛 没人敢买 张龙华庭 也能快买起来 好了 买起来 现在跟小英 小英也都坐下转机 大家的观点都很好 所以你看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们追讨不当党产 连中广 连一些 什么红十字会 妇女会 什么都在抑 是怎样 这党 都没听说 要处理 这党清清楚做 踩在中东府的门口 每天他在中东府 就看到头前一党 为什么这党不敢处理 就是他 关系好 我说最佩的 不管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被张龙华先生 资助过的也算不少 你拿人的就是 吃人嘴囊 拿人手段 你感觉说 现在把我修理 把我订 所以张龙华的人 是中央企业的人 你看台湾的企业家 吃一贯都 他是虔诚的信徒 他对六十岁开始吃菜 享年九十岁 所以目前你看 是怎么外交部 要针对这些 新的 护照 台胞镇 正照 我怎么拿回去 三宝 他没有医师 你明知道他没有医师 他是强制罪 你主管 机关队直接去跟 公会说 你不能 不反给人家 你不能拖延反给人家 那就改革了 还可以重新发造 如果对长龙有理喻 你就知道你们这些 空姐们 你们这些 是拖就拖 拖就拖 可以协调的话 尽早协调和平 落幕 社会更不会造成 更加多的富民 好 市民 刚刚讲到的 长龙一直奉信 铁血政策 你要看这是罢工 就要搞清楚 长龙的传统 张无发有一次看到高阶主管 在看管理大师的书 他就说以后这书不要看了 他们这些人管理都不如我 管理这些问题 来问我 是喔 真的 然后他的管理职业很简单 铁的纪律 绝不妥协 搞清楚谁才是老大 我先讲绝不妥协这个事情 他一个很重要的外国客户 双方谈得不对盘 那外国客户就讲了几句很凶的话 那个翻译就翻给张生存 他就说 你为什么乱翻 他明明不是这样讲的 就是他骂我就直接讲算 还有一次他跟另外更重要的国外开户 谈得不对盘喔 他说你帮我骂他 你帮我骂他 后来那个翻译就跟那个格外客户讲说 张先生对你的意见 对你的看法有些意见 我叫你帮我骂他 不是有意见 要骂张话吧 绝不妥协 反正我就 你怎么骂他我不知道 你就用外文帮我骂他 所以他绝不妥协 我跟你讲 他有一次向日本订了一个船 那个船他就上去看 一看会议室 就会议 船上的会议室的那个接缝 不方正 他说这个为什么不方正 他说我们会改 改没用 全部拆 整个拆掉 当天弄了三十个工人 趴来拆 我跟你讲他是绝不妥协 我再跟你讲 他跑去找阿扁 说 你为什么不搞直行 你不是要直行吗 阿扁说 我是要搞直行的 是吕副总统不同意了 这里面又托辞任何人都知道 他马上给旁边那个秘书 你去把吕副总统请来 他就是不跟你妥协 阿扁给我打马虎眼 对不起 你在总统府 可以叫副总统过来 对 因为你阿扁说 是吕副总统不同意 所以我才不要直行的 所以他要对职 马上哪个总统副总统对职 对我告诉你 他从来就不会跟你妥协 你要跟我打马虎眼 门都没有 还有我告诉你 他这样搞性是谁老大 长荣航空开幕那一天 张荣发亲自去组职 主持完之后灌溉云机 古爱客人就知道 那随乎拿一个对讲机 对讲机啪啪一直想 有外国很想见老板 有人想跟老板合照 他就给旁边一个那个女服务员 说那边有气球你去拿来 那时候你就去啪拿个大气球 他说你举个大气球 跟在我后面 然后给他说 穿衣下去 任何人想见我 看气球就知道往哪里 来见我 没有说这人想跟我合一 要我走过去 那客人想跟我聊天 我要走过去 你自己过来 你自己过来 而且看气球 气球上面就是我 好 我告诉你 李登辉脾气够硬了吧 很硬 他去找李登辉 说你到底要不要直航呢 李登辉自自乌 他说这样子好了 我当密使 安排你跟江泽民两个人 直接见面 我告诉你 我都安排好了 你们坐直升机 在公海的船上见面 就直接 跟江泽民 对 公海船上 对 这个真的 我负责任讲 这么大的事情 张荣发 我是老大 我来安排 李登辉 要听我的 所以我告诉你 他张荣发就是这种人 第一个 我绝不妥协 第二个 你要听我的第三个 你讲铁的纪律 其实华安空 这是常空服人很清楚 张荣发 一九四四年 第一次出海 上的是贵州玩 贵州他站在那边 市务长 杜布市务长上来 一上来 霍轮有什么了不起 窗户一打开 用手指头 啪 看有没有灰尘 到墙角 摸 有没有 张荣发这边撒住了 霍轮 他居然这么主动干净 那次张荣发被吓到 结果他比杜布更龟毛 我告诉你 长荣人全都知道 日本人是这样搞的 日本人搞霍轮 是这么搞的 但是他比日本更龟毛 长荣人全都知道 长荣人最重要的事情 是其末大少数 大少数多犀利 所有档案柜要打开 每一个档案要拿出来插 每一个档案 因为你档案长久不用 会击灰尘 全部放棄 所有那个比 他有年中大少数 年中大 每一个笔都要拿出来插 我跟你讲 插完桌子要分开 分开以后 用什么东西插灰尘 你绝对不知道 用牙刷 因为有缝 那缝里面会积牙刷 常常要用牙刷 那你的抽屉 全部都要拿出来插 我跟你讲 等到大少数全部完之后 每一个单位的主管 要做一件事情 你知道要做什么事情 去摸 去摸 有没有灰尘 真的 那华航空姐会不知道吗 华航空姐 住在这个 华航的宿舍里面 我告诉你 不要说 不能有灰尘 旅程很容易掉头发 床上 地上一根头发都不行 而且每天 那个被子 要叠得跟豆腐干一样 所以 他们也是军事化官吏 他也军事化官吏 所以我告诉你 它是铁的纪律 你全部都要跟我这样做 我告诉你 你去常常看 常常办公室 全部是方的 它不只有圆的 不只有橢圆的 因为它圆的跟橢圆的 会有死角 一定要有方的 而且科长的位置 一定要看到科里面 每一个成员 他们有自己办公室的 对 而且他太重的方法 所以常常办公室 永远放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这个 三角板 一个是方规 因为三角板 可以画出这个方圆来 所以我告诉你 他为什么叫高杰主管说 管理大师都不如我 因为他就是 铁的几率 一点都不妥协 然后要人家知道 谁才是老大 而且 所以齐悦 你直接讲 所以常常这么注重 他的环境 每个人都要求 一定要 他说 以前我同学进常龙 他说第一件事看到他说 他说皮鞋一定要擦得非常亮 他说皮鞋不亮 见到草人会被骂死 你说在离开的时候 每个桌子一定要清得干干净净 桌子上不可以有任何东西 而且刚刚讲到的 空姐在训练的时候 竟然要排队 而且是前后 都是要笔直的进去 是 因为他们在整个 训练他们强调是日式企业 看着能够的 还认识 公开